一花一世界,一夜已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老了以后必须得接受一个现实 这是一场下波路的开始 人生最为光辉灿烂的时刻 肯定不会再晚年出现 生命越是向后延续 越是要经历更多的考验和风霜 这是每个人的必然 也是生命的一场轮回吧 说起老去 很多人的心理都不能坦然接受 因为无法想象自己有一天 会到风筑财年的时刻 连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都成为问题 人的本能是渴望生命的蓬勃 所以总是欣喜于幼儿的到来 同样的一件事 放在孩子和老人身上 可能给人的感受截然不同 照顾孩子 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 生命逐渐变得可爱和强壮的过程 心里是有成就感的 是幸福的 而照顾老人的心境 可能就截然相反 甚至有人会认为是一种负担 一句酒病床前无孝子 就深深地道出了这种无奈 所以老去这个话题 总是被不断地被提起 想起以前 我有一个同学说 每每想到自己也有一天会变老 会死 我就会悄悄地躲在被窝里哭 我不想有那么一天 他说这话的时候 其实自己还不到二十岁 越是年轻 越是认为老去隔得远 但是当想到又必然会到那一天 无法有这个心理准备 所以想起便感觉心里难受 而当时间向前 老去越来越接近的时候 可能心里反倒多了一些坦然 反正无法改变 倒不如调整心态 用最好的状态去迎接老去的到来 人过六十 晚年的幸福的秘诀 是手里拥有这几张底牌 一 拥有好心态 人老了身体各项机能肯定下降 有些人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欲欲寡欢 从而 对身体中很多事情都耿耿于怀 毕竟老去 需要面对的很多事 都是年轻时不曾想过的 并且只能自己独自去面对 尤其是个人情绪上的变化 关于人生和孤独的诠释 此时 往往会面临着全新的演变 金斯伯格曾说 愤怒 憤怒 憎恶 憎恶 这些情绪只会白白消耗你的能量 除此之外 毫无用处 所以赶紧摆脱它们 生活中有很多事情足以把你打倒 但真正把你打倒的 是你的心态 生命的本质在于追求快乐 使得生命快乐的途径有两条 一是发现使你快乐的因素 增加它 二是发现使你不快乐的因素 减少它 而要达到上述目的 主要是依靠心态 良好的心态是一种力量 态度有时候比什么都重要 特别是随着我们 慢慢步入老年 更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到了这个年龄 儿女大都已经成家立业 不要过多干涉孩子的生活 儿女幸福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这个时候 照顾好老人 照顾好自己 二珍惜老伴 清代王章的《无言诗超》写道 少年夫妻老来伴 前人田地后人收 年轻时期是夫妻 年老时期是伴侣 前人拥有的田地由后人继承 随着年老的逝去 年轻的夫妻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逐渐变老 最终的一切留给后人传承 所以一定要学会好好珍惜生活 珍惜用人生最美的时光 陪我们同甘共苦的她 生活中陪我们最久的不是父母 也不是儿女 而是与我们毫无血缘关系的老伴 渴了给你倒茶 饿了给你做饭 病了给你抓药 冷了给你添衣 伤心了给你拥抱 高兴了陪你欢笑 老伴是最好的知己 老伴是最好的天地 无论年轻时怎么吵闹 晚年它才是你最踏实的依靠 三 身体健康 我在生活中听到很多的老人 说过身体的重要性 这是一切能够保障的根本 只要自己能动 出门能走 吃饭能香 就已然是晚年幸福的 一大基本因素 俗话说 久病床前无孝子 生病了 孩子们伺候一天两天 没人厌烦 可是如果天天如此 我们自己也会厌烦 等我们过了六十岁 儿女们也是上有老 下有小 让她们天天守着我们身边 照顾我们 她们该如何去生活 有什么别有病 没什么别没钱 缺什么别缺健康 健康不是一切 但没有健康就没有一切 人生不过三万天 成功失败均坦然 是非恩怨莫在义 健康快乐最值钱 过了六十岁 我们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就是对儿女最大的帮助 让她们无忧无虑地生活 去发展自己的事业 想起曾经听过一个老人的感慨 到了这个年纪 其实有孩子有钱 都不如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要是躺在床上不能动了的话 不管你有多少孩子 多少钱 肯定日子都过得不好 什么都需要别人的帮助 看别人的脸色 免不得容易遭到各种嫌弃 当你身体健康的时候 孩子和钱是晚年一种锦上添花 如果身体垮了的话 孩子和钱却不一定能够成为 雪中送炭的存在 四 守好老本 当我们年幼的时候 必须要听父母的话 而真正独立 一般都是在长大以后 自己能够赚钱的时候 哪怕是血浓于水的 亲人关系 其实也有着不成文的规矩 经济基础 决定画一圈 就算是自己的孩子 手心向上找人要钱的日子 肯定都不会活得那么痛快 因为决定权不在你手里 而是在他人手上 所以 保证好自己的基本经济能力 是每个人在逐渐老去的时候 都该拥有的 一种自觉 早早地就开始准备 总比到时 后悔来得强 要是已经老了 那就没有办法 毕竟时间不可能重来一遍 就只能自己尽量保证好身体的同时 少给孩子添麻烦 这样 孩子在需要 不断出钱 出力养老的过程中 也更心甘情愿一些 我老家有一对夫妻 今年五十岁出头 因为结婚生孩子比较早 所以儿子已经成家多年 然后他们两个人就指望着儿子养老 整天在家里玩 住院哪怕花五百块钱 都需要儿子 儿媳妇打回来 因为他们手里没有任何钱 老人的儿媳意见很大 因为自己条件也不好 两个孩子 车房都没买 认为公婆好手好脚 这么早就开始养老 是不为他们着想 剖析关系很僵硬 两夫妻还因此闹过很多次离婚 外人都说 这对老夫妻要是继续这样 年纪再大一些的时候 手里一点钱都没有 还会吃更多的苦 老本才是晚年养老的根本和尊严 父母的家永远是儿女的家 但儿女的家永远不可能是子女的家 为什么现在社会人们都看重钱 很多亲情也在人民币前 也死得粉碎 钱对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 是生存的保障 虽然没有能力挣钱了 但是钱有底气有安全感 有话语权 腰杆硬性 所以不能把所有的积蓄都给了儿女 张阿姨老伴去世多年 他老后把钱塞放在手里 每次儿女看他都会给孩子们一些零花钱 他开心 孩子也愿意去经常看我们 这才是老年人最睿智的地方 如果说是花钱没开心 也没我什么不好 他也是把钱花在自己身上 但是他是收好老本 一点一点地给出去 而不是一下全部地给出自己的积蓄 人到晚年我们都在度劫 度劫之前保持好心态 保重身体 珍惜老伴 收好老本 你才能顺利度过这个劫 让人生少些遗憾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和转发哦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搜索 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牧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